它最早出现于上世纪30年代,是战争中的男兵解决生理需求的工具。 战争结束后,冲启娃娃却并没有消失,而是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随着科技的发展,冲启娃娃的质量也越来越好,甚至能以假乱真。 一直以来,日本都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但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国赶了上来。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国第一次将与人工智能技术与之相结合,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仿真机器人妻子。 她不仅拥有传统冲启娃娃精致的外形,还能与人进行聊天沟通,甚至帮忙做家务,这对广大宅男来说简直是太好的福音了。 这种新型的人工智能模拟妻子,每一个都有顶尖的设计师亲手设计,每一个无关都是独一无二的。 购买者甚至还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定制。 这款新型人工智能模拟妻子,外表高度模拟了人体的肌肤,甚至在温度上都与人体的温度大致吻合。 人工智能技术又为其问答系统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企业体内安装的软件可以帮助她接收顾客的问题,并模拟人类复杂的动作,面部表情以及情绪做出完美的应答。 顾客需要的时候,该人工智能模拟妻子还能通过魅惑的声音以及相应的肢体动作来取悦顾客,满足顾客的需求。 更神奇的是,该款人工智能模拟妻子还在不断的升级开发,专家致力于让她的眼睛跟随顾客移动,并听从顾客指令去完成行为。 这样,这款人工智能模拟妻子就能帮你端茶倒水做家务了。 那么这样的人工智能模拟妻子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满足生理需求的工具,而是一个有灵魂的最佳伴侣了。 最重要的是,这款人工模拟妻子的售价并不高,只要两万元就能把她带回家。 许多宅男都说,有了她就不用娶老婆了。 对于这样一个美女机器人,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留下你的想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